哈利利亚 奉哲书基督圣明 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系统神学虚论的第四点 就是查考系统神学 查考神道者的 他应该有的属灵的装备 因为查考神的道 这是一件属灵的事工 那属灵的事工 又有属灵的装备 那这是我们在这之前已经有谈到 我们要从事这个系统神学 我们已经有讲过五项的一个前提 那这五项的这个前提是 神从圣经里面我们所领受到的 那这个当作前提 也就是这个本身 我们没有办法人去证明出来 但是只有借着应许的圣灵 可以来做验证 那神把他的真理提示出来了 那人在这里 我们也知道 人可以领受 那但是人可以领受呢 这个人呢 他要来领受 他本身应该有哪些装备 他本身这里面已经 不信神有把他给人的一个 他可以是一个接受器 但是这个接受器 你在那里 这个接受器要怎么来装备 来把那个像一个电脑 一个电脑虽然它里面有很重要的核心的部分 但是外面的这个样子 他要有又怎么样的配备 那也就是讲到人的装备呢 才能够来反映出神的这个启示来接受 那刚刚我们讲这是一个属灵的事件 所以属灵的事件应该有属灵的那个装备 那在这个属灵的装备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那个 第一个 一定要相信 并且呢 相信不只是相信神的存在 相信神的恩典 还要信靠 有信 还要靠他 进入他里面 那不只是这样子 还要靠拜 这是 最先开始的 一个 你应该有的装备 因为 对 那个不信的来讲的话 你在查考圣经 你只是当成一个知识性 所以 要有信 那不然你没有信的话 圣经也告诉我们 人如果不信 没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一个神不喜悦 不相信的人 怎么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全辈的神的知识呢 所以 相信为主 那 接下来呢 要 重生的生命 也就是说 我们人都是在 生下来 进入到这个世界 就在 那个魔鬼的权下 因为 每个人 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在 福在 恶者的手下 那 你要知道 完全知道 神的事情 一定要 有重新的生命 重新的生命 成为活人 因为 不然的话 我们都是死人 死在 亚当之下 死人 没有反应的 有了重生的生命 那 重生生命 从圣经 我们知道 就是水灵的重生 就是接受 洗礼 赦罪 然后呢 得到应许的圣灵 那我们就成为儿女呢 在神的国度里面 能够来知道神的事情 那 接下来呢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求主 求主耶稣 求神 开我们的心窍 这个 所谓的心窍 这个圣经里面的翻译 从 路加福音 24章 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 在原文里面 这是 在旧位里面 的所谓的 五性 一般的学术 把它翻成 理性 耶稣 开了门徒的心窍 然后呢 门徒 才能够明白 主耶稣 所讲的话 不开心窍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 我们也祈求 主耶稣 能够开 我们的心窍 那 在旧位里面 当然 那个 诗篇里面 有很多次 都 讲到 这个字 病这个字 病这个字 其实中文 有时候把它翻成明白 有时候 有时候常常把 在诗篇里面有 五卷 但是也有 五次提到 中文把它翻成 悟性 把它翻成悟性 那在诗篇里面 都是 我们来看那个诗篇 第十九篇 三十五节 诗篇 一百十九篇 三十五节 求你赐我悟性 我便遵守你的律法 且要一心遵守 所以 有了神所赐的悟性 你才能够 你就可以遵守神的律法 你的一心遵守 在诗篇 那个一百十九篇里面 重复的 再看七十三节 你的手 制造我 建立我 求你赐我悟性 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所以 学习神命令的 之前的前提是 求神赐悟性 一百二十五节 我是你的仆人 求你赐我悟性 使我得知你的法度 要得知神的法度 还是要悟性 再接下来 诗篇 一百十九篇 一百四十四节 你的法度 永远是公义的 求你赐我悟性 我就活了 有了悟性 你就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能够学习 神的命令 能够得知他的法度 并且能够 行出来 所以 靠着神的话 靠着神的 这个命令 你就活了 并且你行出 行出来 一百十九篇 一百六十九节 一百六十九节 主啊 愿我的呼吁 当到你面前 照你的话 赐我悟性 所以这个 求神赐悟性 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 所以我们 的属灵装备 就是要悟性 无论在旧约 在新约 这是学习神 那个 明白神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关键 好 那 接下来呢 就是 你把这些学习的 之后 你要去实践的 这个不是拿来当理论 来建构 一个 学术的殿堂 而是要把他在实践当中得到印证 这样就能够活出神而你的样子 在你的实践当中 你来得到这个神的圣命 好 那最后一个呢 在这些当中里面 一定要有圣灵的带领 没有圣灵的带领 没有应许圣灵的带领 你没有办法进入到一切的正义 所以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主耶稣亲自教导 他的门徒 教了三年 跟在耶稣旁边 吃饭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教训在一起 行生机在一起 主耶稣会给他们全定行生机 但是呢 到最后 耶稣要升天之前 耶稣要被定死教之前 耶稣跟他们说 我还有很多话 现在没有办法都告诉你 要等到应许的圣灵来 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承担 应许的圣灵进到你们里面了 让你这个接受器更敏锐 并且更坚固 那更能够理解 所以一定要有圣灵的带领 那在这个完了之后呢 因为应许的圣灵在末后的日子是降在真一书教会 建立真一书教会 所以以整体的真一书教会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全辈的福音的神所托付的地方 所以我们个人在研究这个查考神的道理 一定到最后一定要在圣灵里面 也就是说这全部都连结在基督里面 这是最后的一个查考圣经者的不只是一个觉悟 并且也是一种属灵的装备 也是属灵的进展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 查考圣经的人 查考系统神学的人 就是从相信开始 然后借着重生的习跟圣灵的更新 然后开了这个门 然后主耶稣也开了我们的心枪 让我们有悟性 让我们有智慧的心 然后来接受 接受之后我们把它实践出来 所以在实践当中圣灵又带领 那圣灵带领里面 让我们在正道上当中更合一 更在这个主的身体里面得到养分 所以这样的话 不只是一个道理性的长进 也是属灵生命的长进 那这样在不断的长进当中 我们就在主里面 在基督里面 就会完全合一了